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们今天来看由DC制作的海底英雄电影《海王》 海洋国亚特兰蒂斯的女王为了躲避婚姻逃上了岸 被一个手灯塔的男人所救 后来他们相知相爱生下了儿子亚瑟 但因为女王违反了规定所以一直被追杀 为了保护家人女王回到了海底从此杳无音讯 而亚瑟和父亲留在了陆地 随着亚瑟的长大他体内的力量间接显露 亚特兰蒂斯的国师得知后悄悄训练他 亚瑟利用这些力量来拯救遇到海难的人们 长大后他被海上的人们尊称为海王 与此同时亚瑟同母的异父弟弟奥姆 也成为了亚特兰蒂斯国的新国王 他十分憎恨人类对海洋的污染 导致他的领土一再迁移 于是他联合其他几个海洋王国 对陆地人发动进攻 想彻底称霸整个海洋 奥姆的未婚妻梅拉为了阻止他 到陆地来找亚瑟 希望他去夺回王位 但亚瑟对当国王并不感兴趣 所以他拒绝了梅拉的请求 不久弟弟奥姆就发动了海洋攻击 亚瑟的爸爸差点因此丧命 幸好梅拉及时赶来救下了父子俩 看着被毁坏的沿海城市 亚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同意和梅拉去到亚特兰蒂斯 他们坐着梅拉的船通过边境桥 进入神秘的海底世界 见到了国师 国师交给他一个黑色圆筒 告诉他要找到传说中的神兵三叉吉 他们才有胜利的机会 但话还没说完 基地就被奥姆的人闯入 梅拉和国师为了不暴露 只好躲起来 亚瑟双拳不敌四手 很快就被逮捕 奥姆将他带回去后 和他进行了决斗 明示决斗实际上想暗自将他杀死 眼看着亚瑟就要死于自己弟弟之手 梅拉暗自发动阵法 拦住奥姆 开船 劫走了亚瑟 奥姆开动大炮 打中了梅拉的船 就在船坠落到岩浆那刻 梅拉和亚瑟跳下了船 跃到鲸鱼背上 造成了假死的画面 奥姆果然上当 没再追来 之后亚瑟和梅拉回到陆地 继续寻找三叉吉 很快呢 他们就到达了三叉吉 被创造出来的地方 梅拉将黑色圆筒放在铸造台上 取了亚瑟的一滴汉液 滴在圆筒上 初代亚特兰蒂斯国王的影像 便出现在他们眼前 国王告诉他们 三叉吉在世界尽头的地心葬海 只有通过考验的人 才能成为继承人 为了不被奥姆知道这个秘密 梅拉砸碎了黑色圆筒 随后他们前往地心葬海 一路上亚瑟和梅拉的关系 也渐渐亲密起来 就在两人悠哉悠哉寻宝时 谁知奥姆在梅拉身上 安装了追踪器 发现了两人没死 于是派人去拦截他们 很快奥姆的手下 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尼瑟被武器击中受伤 在跑路的过程中 还不忘解救被误伤的人们 梅拉也因为缺水 力量减弱被追杀 她躲进一间红酒屋 将红酒凝聚成利刃 击退了敌人 两人这才发现 自己被跟踪了 之后两人乘船 继续前往目的地 不久呢 他们到达了地沟国 要去地心 就只能从地沟国跳下去 这时一只地沟生物 开始爬上了他们的船 他们发现只要有光 这些生物就不敢靠近 亚瑟和梅拉拿着火源 跳下了海 却被强烈的漩涡分散 晕厥的梅拉 差点被一只鲨鱼吞下 一个地沟生物 突然冲过来救走了她 亚瑟追着地沟生物 来到了地心 却发现那个生物 取下了面罩 转过身来的人 俨然就是她呢 被处决了的母亲 原来啊 当年母亲 因为生下的亚瑟 被王国献祭 给了这群可怕的地沟生物 她拼死挣扎 活了下来 终于再次见到了 心爱的儿子 母亲告诉亚瑟 三叉戟就藏在海里 但她被一只 强大的怪兽看守着 这么多年来 母亲都没能得手 亚瑟进入藏海 找到了三叉戟 但很快就遭到了 看守怪兽的攻击 神奇的是 亚瑟能听懂那怪兽的话 古往今来 除了亚瑟 只有初代国王 能听懂怪兽的话 因此呢 怪兽认可了她的血统 亚瑟顺利的拿到了三叉戟 这时奥姆也带着人马 来到了地沟国 对地沟国进行了攻击 关键时刻 亚瑟手持三叉戟 脚踏怪兽出来了 召唤出海沟生物 阻止奥姆的杀戮 随后亚瑟和奥姆 在海上竞选了决斗 终于到了王者对决的 最后时刻了 奥姆根本不是 手握三叉戟的 亚瑟的对手 但最后亚瑟却不忍心 下手杀害奥姆 母亲也走了出来 阻止了这场杀戮 这场战争 以亚瑟成为 新国王而告终 梅拉成为了他的王后 而最后亚瑟的爸爸 也终于等到了爱人的归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